今天我们拆布鲁克金某人 群星版第九弹 一个隐藏款 还有三个银河奥特马 拆整整一盒 看浪哥能不能抽到隐藏款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拆 先来第一盒 看第一个是谁 第一个就抽到了封面款 银河维克特利奥特马 开始组装 银河维克特利奥特马 组装完成 拿了一个超大的武器 这个封面款真的太帅了 一身的铠甲 武器是真的好看的 宝石蓝色 今天运气不错 第一个就是封面款 我们继续 这个会是谁呢 今天运气太好了 又一个银河奥特马 开始组装 银河奥特马组装完成 这次有一个很大的升级 在腿部关节着 奥特马可以劈刹了 活动的范围更大了 这样能摆出很多不同的造型 这银河奥特马 也是非常好看的 我们继续 第三盒 出来了黑暗路基艾尔 一身黑色的铠甲 特别像暗黑贝利亚 一身油亮油亮的 我们继续第四盒 也该出隐藏款了吧 是维克特利奥特马 来一个侧踢 真的还原度很高啊 脑袋也非常的大 整体搭配还是非常的帅 我们继续 第五个 该出隐藏款了吧 也还不错 又来个银河奥特马 开始组装 银河奥特马组装完成 这武器是真的大呀 奥特马拿着武器 就是好看 现在前四款 我们都抽出来了 就差了一个隐藏款了 我们继续 希望这是隐藏款的 原来是黑暗迪迦 黑暗迪迦组装完成 手里拿着紫色光过剑 一身黑色还是挺帅的 我们继续 是一个钢铁九号 也是一身的铠甲 双皮色真的很好看 继续 大怪兽古盾来了 拿着两个大鞭子 还是软着呢 看着有点吓人啊 长长的尾巴 这个也不错 最后一个 没有抽到隐藏款 抽到了一个金骨桥 长得萌萌哒的 金骨桥 一身的金属质感 特别好看 军衣版第九弹 我们拆完了 每一个都非常好看 可惜没有抽到隐藏款 不过也还不错了 这里面有没有你们喜欢的 如果有 记得给浪哥留言 下来 请点赞续